《香港日记》 1994年1月10日至17日 《一厢情愿 妇人善变》 作者彭定康 播讲夏秋年 1月10日 星期一 我们和英国学者马若德与夫人艾蜜丽·科亨共同模拟会议状况并一起享用晚餐 马若德应该是中国政治学领域里最受尊崇的评论家 他认为邓小平死后 中国会分裂成三个派系 分别是以李鹏为首的左派集团 以江泽民为首的中间派人士 以及朱镕基身后那群能干且值得信任的改革派 这三个派系将出现纷争 他似乎还认为江泽民和朱镕基这两个派系的实力会达到平衡 但这是否会带来真正的改革 又是另一个议题了 中间派通常没有什么用 但他们都能持续在政界生存下去 我又见了钟世元爵士一次 他完全相信中国所谓的谈判结束 令人既伤心又惊讶 他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人 以前他常常说 我们应该继续掌握维多利亚岛 并且在必要时引入水灌车 在我和王一鸣带着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简历行参观了一些公屋后 我和澳大利亚总领事一起吃晚餐 讨论我的反澳计划 澳媒报道了总理基庭和外长伊凡斯之间的争端 基庭不支持我们的香港政策 但伊凡斯对我们全力相挺 基庭不想卷入任何惹怒中国的事件中 不希望影响澳中经贸关系 但那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看法 1月12日 星期三 简历行协同夫人一起来午餐 他们还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几天 我向他完整说明了目前的状况 他的见解对我极有帮助 1月13日 星期四 我和颖童在香港丽家酒店与约克公爵夫人和邓永强 一起度过非常美好的午餐时光 之后我就得去立法局接受质询 一驻约克公爵夫人及英国安德鲁王子的夫人沙拉 后来两人于1996年离异 在我小心品尝杯中美酒时 我看着桌上两瓶还没喝完的薄脆酒装红酒 心里非常羡慕 公爵夫人很有魅力 行为举止也都非常得体 虽然我也不知道怎样才是不得体 1月14日 星期五 记者于果阳最近待在香港 还帮卫报写了一篇缜密周全的文章 温和一点的说法是 他认为有钱人的行为有待检讨 虽然今晚在我们府内宴会厅所举办的 香港公益金25周年纪念舞会上 他们一共捐了港币700万元的巨款做公益 其中200万是一台法拉利的拍卖所得 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们把大家在活动中佩戴的首饰珠宝集结在一起 应该可以筹措到更高的资金 每当想起慈善活动的功用 好比说保守党办的那些活动 我就会想起肌肉冷盘沙拉和杰弗瑞亚气主持的拍卖 于果的主要论述是 他上次来到香港时是四年前 当时有钱人都很焦虑 批评总督太过软弱 结果现在他们又说总督太过强硬 前副首相贺维同样也批评我态度强硬 他开始在伦敦接受采访 并在媒体上批评我们的立场 时间点刚好就在我要对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口头报告之前 1月17日星期一 在自由论坛针对新闻自由举办的会议上 我说了些平常关注的重点 但有人问了一两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 询问我们在审查现有新闻法案 引入资讯自由法案 立法保障新闻权益等事项当前的进度如何 这些工作我们都略有涉入 但可能得再做的更多 我希望我们还有发挥的空间 目前要多加留意的 主要是当前政界对人权议题的保守作风 包括行政局 港府当局 就连伦敦政府也不例外 目前的整体方向是要我们不要做得太过头 不要在太多事情上和中方对立 我们得在移交之前多加检讨相关议题 就像英国作家威廉·沙克罗斯来访时 曾对我说的那样 香港需要用到的建设 我们得在离开前尽力完成 这点非常重要 他后来也写了篇相同论调的文章 重要的是如果人权受到侵害 大家要能意识到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点数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